大家好,今天看新聞 這裡的肺炎疫情嚴峻 因為西人不習慣戴口罩 外面的爛盤熟食外賣 我已經沒買回家吃了 大部分公司實施在家工作 今個星期學校都停貨了 聽說三藩市會封城 一日三餐都要在家煮 那吃什麼呢? 我會做多些簡單經濟的配搭 希望大家事事順利,平平安安 我今天會煎一個早餐的甘烈 這裡有些雞腿肉 把它切成絲,盡量切得又細些 這樣炒的時候就容易熟 加些生抽和粟粉,拌勻 不用加胡椒粉,待會加黑椒粉會好吃些 有些洋蔥,把它切成小粒 份量是四分一杯 還有一些芝士,你可以用任何種類 其他的牌子也可以 份量是三分一杯 有三隻雞蛋,要放些味道去 放些鹽和胡椒粉,攪拌均勻 用一隻平底鍋,加一些油之後 燒熱鍋用中大火 加一些洋蔥和雞絲 加入洋蔥和雞絲 將洋蔥和雞絲拌均勻 蓋上小火焗30秒至1分鐘 焗一焗洋蔥,出味,雞絲容易熟 再將它翻炒一下 直至雞絲全熟 洋蔥、雞絲、陰裂 我建議用黑胡椒粉 用黑胡椒粉好吃很多 稍後會加芝士,我又沒有加鹽 你自己試一下味道,需要再加一點 我又清洗了一隻鍋 加些油,再燒熱鍋之後用中大火 倒入蛋漿 加了蛋漿之後,等一會兒 等旁邊圓圈的蛋漿有少許凝結之後 跟我現在正在做的方法 將熟了蛋漿,推開它 然後將它煮熟了蛋漿 將生的蛋漿流入沒有蛋漿的位置 不要心急,慢慢做 等蛋漿有時間受熱 這樣推開之後 蛋漿已經有六成熟 再等它旁邊有少許凝結 就重複剛才的步驟多一次 這樣你就會發覺 生的蛋漿會越來越少流出來 即是現在你暗裂的蛋漿 已經有七八成熟 我通常都是七八成熟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熟一些,就重複步驟 好少啦,好少蛋漿流出來是不是 現在就可以倒入剛才炒好的雞肉 在中間對上少許位 待會翻過去之後 就不會把食材走出來 哎呀,這個位置好像太中間 應該再上少許 好像現在放芝士的位置就對了 翻過去就完成了 在一隻鍋搖幾下 芝士受熱,一會兒就會有拉絲的效果 我喜歡加些茄汁的 加不加,隨你喜歡 這個鵪裂,你不用洋蔥、雞絲 可以加火腿 新鮮的蘑菇切片 青豆或者粟米 很多變化的 看下這些芝士 哇,拉絲拉得多美 要試一下,這裡外出是吃不到這種鵪裂的 時間又差不多 事事順利,下一集再見